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时期有一位大臣名叫维斯谦 他不仅为人正直也相当有才能 因此维斯谦受到吏部上书的赏识 让他担任监察御史的工作 负责监督朝廷所有官员 有一次宰相储岁良透过自己的权利 用便宜的价钱强行购买邻居的田地 维斯谦知道后 决定上书向皇帝检举储岁良违法的行为 其他大臣知道后 纷纷劝告他 储岁良身为宰相 掌握这么多权势 你向皇上检举他 可能会让你吃上大亏啊 但维斯谦反驳说 监督官员是我的责任 怎么能害怕宰相的权势 就不向皇上举发他的过错呢 储岁良后来因为维斯谦的检举 被调离了京城 降职为地方的刺史 但是一段时间后 储岁良又得到皇帝的重用 恢复了宰相的官职 储岁良对维斯谦举发他的事情 还耿耿于怀 便找了理由将维斯谦 降为一个小县的县令 许多人听到维斯谦被降职的消息 都为他抱不平 没想到维斯谦不但不在意 反而慷慨激昂的说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遇到不合理的事情 怎么可以随便放过 大丈夫不应该害怕强权 而是要张着眼 撞着胆 努力报效国家 怎么可以完全没有作为 只顾着保全自己和家人呢 小朋友 维斯谦不害怕诠释 努力报效国家的精神 是不是很值得我们佩服呢 后来 明目张胆便从原本形容有胆事 丝毫不畏惧 转变成形容没有顾忌的做坏事 通常会在负面的情境中使用哦 小朋友 听完明目张胆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源起于 努力报效国家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明目张胆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维斯谦 你会上书检举楚岁良吗 为什么 如果你是其他大臣 你会支持维斯谦吗 为什么 你觉得维斯谦 除了是一位正直的人之外 还有哪些特质呢 小朋友 上面三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明目张胆 是形容没有故技的做坏事 主要是用在粗暴不讲理的行为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明目张胆可以怎么使用吧 他在考试时明目张胆的作弊 最后终于被监考老师发现了 这些歹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明目张胆的抢劫 简直胆大包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明目张胆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肆无忌惮 胆大包天 相反的成语有 鬼鬼碎碎 偷偷摸摸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